首先第一,我覺得一件事令我最驚訝的就是 我完全沒想過原來海底撈的店員 一天最瘋狂是可以跳成52次一些濕交科目3 喂大哥,一天跳成50多次,是不是瘋狂的?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說幾個月之前 中國大陸就興起跳一隻舞就叫做科目3 當時幾乎是只要你打開社交平台 就會見到一大群的人在跳一隻舞 老實說一句,當初看到有人跳科目3一隻舞 我都沒什麼特別感覺 但是去到後來,當我看完一次、兩次、三次、十次 甚至看完一百次之後 救命,真是煩到混蛋 我真是不行了 哎呀,老闆 你真是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中國海底撈為了迎合這個熱潮 就要求店員跳科目3給食客看 而當時也是在網上流出很多影片 看到有很多海底撈的店員在跳科目3 令中國食客這麼開心 但是就在最近,當這個熱潮過了之後 問題就開始慢慢浮出來 話說就在前幾天,就有一位中國前海底撈的店員 就在小龍雪出post爆料說 我之前在海底撈在這裡做事 每天都要跳科目3 跳到我現在全身病毒 最過分的就是 海底撈居然是沒有毛毛毛工商 還在繼續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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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麼今天,我打算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事 就給這麼多中國人見識一下 如果你們一直吹捧的海底撈 背後又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你們經常吹到文化師出的科目3 又是不是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快樂 建造在別人的痛苦身上呢? 最後,他們都會就這件事 去分享一些外國人的看法,OK? 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SHARE、COMMENT 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沒有去換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再說多點 亦不妨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好,話說早幾天 在笑容書 就有一位中國前海底撈的店員 就出了一個報料 說到,他就在海底撈工作超過一年 在2023年的11月 因為開OT而受傷 而海底撈 是從來都沒有幫過他申請工商的 而最過分的就是 他就只用海底撈 偷偷地改了他的打卡紀錄 就令到他沒有辦法證明 在2023年的11月 是因為開OT而受傷 所以就搞到他沒有辦法獲得應有的賠償 而後來一位前店員 更加是打了一篇場文 再爆料說到 他就曾經獲得三次大區崗位之聲冠軍 而因為科目三的活動 就令到他每一天最高要跳成52場 而導致失關節扭傷 而當一位前店員回到工作之後 他更加是被調到一個更繁忙的崗位 就加劇了他的病情 也就是他腿部的傷勢 最後就搞到他兩隻腳都出現問題 所以他就選擇報工商 到後來就發生了 就是對上那個post的經歷 他指控海底撈偷偷地改了他的打卡紀錄 就令到他沒辦法證明 在受傷當日是有開OT 而亦當為這樣 就令到他沒辦法報工商 獲得應有的賠償 這一個post引來了很多中國網民的關注 而我也都留意到 有一些中國網民也爆料說到 我之前在五一的時候都去做十日 就直接令到我雙腿和大帽子得到見超嚴 站得久就會痛 我之前都在海底撈做了一年都辭了職 每個人都說被海底撈員工待遇好 但其實是很差 這時候他都在留言區發現 有一些網民就說到 你這個post已經被人傳到內部區經理group裡面 他們問你是哪一間店要找出來 而且一位前店員也有留言說到 這件事已經在解決中了 但直到無前為止 而且到我拍片之前 我依然還未見到任何更新 到底他們怎樣解決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OK 你的傷口現在怎麼樣了 應該都沒有問題 什麼沒有問題 你還在流血嗎 你趕快牽牠 跟著你就去醫院看醫生 療傷要緊 小偉 馬上送牠去醫院 3 3 4 4 1 首先第一 我覺得一件事令我最震驚的就是 我完全是沒想過 原來海底撈的店員一人 最瘋是可以跳成52次 一些濕溝科目3 喂大哥 一天跳成50幾次 神經病 再加上早前都已經有很多醫生走出來 勸喻大家 這個科目3的舞步是很危險 是很容易令人受傷的 當時也有不少中國人 的確是跳科目3而受傷 更何況就說 科目3這隻舞 它擺動的幅度又大 如果要在海底撈這些餐廳跳的話 還有可能會碰到桌桌桌桌桌桌 碰到食客又或者同事 從而是更加容易造成傷害 而在這個情況下 海底撈不但沒有考慮這些因素 而且就單純想迎合這個熱潮 就想增加一個額外服務 去滿足那群食客 老闆真是疼你 我羨慕到你這樣 然後到來 根據剛才那位前店員的斑梁 還以為這樣對他的 又改了打卡紀錄 令到他不能報公商 雖然我不知道事情是真還是假 但如果是真的話 我說海底撈是飲食界的血汗工廠都不足為過 第二我想說的是 在一件事上面 海底撈固然是好PK 但我認為 這位前店員 某程度上 都不值得同情 因為根據早前的報道 就說到 海底撈有一些店員 因為跳科目3 而被頒發3千元的獎金 再加上這件事裡面的那位前店員 你也曾經在留言說到 你跳科目3 是有500元的獎金 那沒有的 正所謂一個怨帶一個怨癌 既然你自己都是為了獎金 收了錢去跳科目3 那會不會是你自己都有一些問題 還有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以往都已經有很多醫生走出來 告訴大家 這隻舞是很危險 不適合每個人跳 再加上 你們中國又有這麼多人 因為跳這隻舞而受傷 所以我會說 這件事上面 除非你是被逼 那我或者都會同情你的 都不是的 其實被逼都可以不做 總之就是 既然你自己都是收別人的獎金 你是收錢去提供額外的服務 所以我難聽這句 你現在為何會搞到自己全身病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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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怪的 就怪你自己 貪心而已 回去吧 沒有的 希望你之後能夠維權成功 就是這樣 還有第三 多口說句 其實就我個人意見 我一直以來 都不是說 拜海底撈這種服務文化 我知道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海底撈的服務很好 性價比很高 吃火鍋的同時 又可以享受不同的服務 但是大家又有沒有想過 海底撈之所以有這麼好的服務 其實是建基於對員工的壓榨 他是試圖去建立一種的奴隸制度 去服侍一班的食客 令到你們覺得服務很好 但是好 一間餐廳的服務 應該是要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幹嘛 搞得好像太監 伏侍皇帝 那麼近來就說 一間火鍋專門店 又跳什麼春夜舞 說真的 就正如你去車房做車 你都不會叫師傅做個杯麵給你吃 你去餐廳吃東西 你都不會叫廚師走出來跟你剪指甲 又或者是 你走到一間正宗的日本料理那裡吃東西 你都不會無故叫人跳kpop 所以得罪這種說句 海底撈經營模式 他就是不斷輸出那種 整式整水 奴隸制度 然後給錢就是大爺一些劣質文化 你不要說他 其實中國各行各業 都有一種文化存在 就來是汽車工業 還有一大堆狗不踏白的高科技 都放在車上 整式整水 又吹到車多麼先進 多麼厲害 但是我想說 如果撇除一些所謂的高科技 一些這樣的車 本身的造工工 工藝根本就是垃圾到一個碟 咬到濕溝零件 然後那些中國人 經常死要面 就不敢跟別人說 車壞成碟 而最後 就搞到每個人 整車都沒有錢 所以這電 真是 它是中國特色的文化 變得好了 反正這一種的劣質文化 都是你們自己做出來的 而究竟哪一個最後受賣呢 不是又是那些中國人 關我事嗎 吃不吃就自己決定了 這個只不過是我的個人看法 而我呢 很簡單 我出去吃東西 我就只希望大家舒舒服服 和店員有聊有笑 而不是 只是只有我一個舒服 OK 那今天就先進去 希望透過這段影片 能夠給到另一個角度 給各位中國人看清楚 就是你們以往 經常在這裡吹到說 什麼海底撈的店員 跳什麼幫忙 令你很開心 但是到底背後 又有多少 就是你們的中國同胞 承受著痛苦呢 中國人 同胞 都說了 這個民族 是最喜歡虐待自己人的 你都見到的 你們這裡可以跳Q3嗎 所以為甚麼我一直都強調 為甚麼我會說 有中國人走過來跟你說 是同胞的時候 立刻跳彈開呢 就是這樣 OK 那麼最後 這次帶來這件事 如何呢 養賊的觀眾也包括下福音打分一 那麼那麼多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按LIKE,按LIKE,訂閱,按LIKE,訂閱 按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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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LIKE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通常我們 都只是服侍動物 對不對 你有甚麼需要 要不要吃東西 要睡覺 要不要爸爸跳舞給你看 哎呀 爸爸跳 要不要 跳舞給你看 要不要 跳舞好嗎 不要 你有沒有甚麼需要 真的要走 哎呀 哎呀 但是你們千萬不要想到自己這麼可愛 你們不是薯餅那種動物 你們是一種 OK